11月14日由派拉蒙一夜CEO布拉德·格雷 写好莱坞著名演员布拉德·皮特 出席新片《间谍同盟》的首映礼 这也是这位不老男神第一次来华公开亮相宣传自己的作品 空降上海的布拉德 一踏上红盘就引发粉丝们的疯狂追逐 男神也是也求必应 握手 签名 合照 自拍 能给的福利一个也没少 从狂怒无耻滚蛋 成功出演了不少二战题材的电影 赢得了超高的口碑 不知道布拉德在选择电影题材上 是不是特别钟爱有二战背景的呢 这就好像《戴突然》 看来我会更连结적인电影 对我们的背景拍到世界上 陆的更连续 但我也 black 它们都是全静导的电影 尤为《《偶尔丽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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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丽的婚似差不多 看中故事本身和合作团队的布拉德 此次与玛利昂·戈迪亚 连妹主演的间谍同盟 相信又会是明年奥斯卡的大热门 预祝票房的大卖 竟然是少不了的 当年主办方也是别出心裁的 给布拉德准备了礼物 满满一筐的红辣椒 皮特就这样多了个中文名 不辣的皮特 你们听懂了吗 他刚才说 他听说了 是因为他的名字 在中文直接翻译过来 是不辣的 不辣的皮特